碧涵知道 替前朝的事事犯了大机会 他还是想求求官家试试 这别的夫人们 眼里都只有皇后 但是薛氏夫人却肯跟我好 又陪我吃饭 又给我做好吃的点心 我这几天心里烦满了 就叫他进宫来陪陪我 若是官家把王贡城给斩了 那他定然活不下去了 那我便一个朋友也没有了 国朝何曾斩杀过大臣 那若是官家把他贬出京城 倒个什么荒山野岭去 那这薛氏也不能常常入宫了呀 官家 屁汉能不能求求你 别发落王忠诚了呀 你看 他也是卫公 也是卫国 也是耿治感言呢 再说了 那也许 也许范仲淹他就是偏袒了 欧阳修他还一直心害王忠诚 还有那姓藤的 也没洗刷滥用公运前的嫌疑呀 直辩一官就是清了呢 官家 毕晓一官员 你不懂朝政不许胡说 毕晗 我才不要义朝政 我只是想给薛氏的夫君求情 那就是让朕训私情 那不会出京 你放心吧 以后也不许再议论前朝事 更不许求朕 迅私害公 那官家这次是答应避寒了 不是说了吗 他不会出京 你若是烦闷了 尽可随时叫薛氏进宫陪你 但你也要答应朕 要尽量放宽心 把身子养好 哪有 怎么倒还哭了 碧晗知道那位官家 没想着 官家不仅没骂我 他还答应了 此事 如你所说 王贡臣也是中军之心 总之他不会出京 但是以后 你也不可再议论前朝的事 你喜欢薛氏 让他常常给你宽心 身子也好得快些 关家放心 毕汉现在信了 关家对毕汉是真的好 毕汉一定会把身子养好 我要一辈子陪在关家身边 那便是神仙厉鬼也带不走我 毕汉你看 这镯子和坠子可真是别致 不就是你上月 开始学画侍女的时候 自己琢磨出来的样式吗 你爹爹当时说你乱话 说规格不对 其实他早就记在心里 专门找人给你打了 现在送过来给你 不是专门打造的 怀疾不过是传了爹爹的话 说是扶宁殿那是高班 整理库房时 碰巧巧见的 你爹爹如此说 那便是如此吧 只是好凑巧啊 你喜欢的 最新来喜欢的 伏尼殿只要一搜库房 就总能找到 可是弟弟病了 光彩还在念叨想爹爹 姐姐怎就不能让怀疾 去告诉爹爹请过来呢 你爹爹超市烦吗 你爹爹超市烦吗 现在皇后娘娘也亲自下旨 连长院都亲自过来了 最新来也好些了 再说 再说爹爹在降龙阁 怀疾没说 但宫里所有人都知道 这数月 爹爹已经把降龙阁 到傅宁殿了 灰柔慎言 这岂是你一个小姑娘 该议论的 是 娘子 给太医门的软塌点心 准备好了 花姬 今晚长院要带着两名医官 在这儿守着就新来 我要过去招呼 你便替我陪陪回柔吧 是 别走 公主睡不着 想去添一些安身的香 哥哥别走 公主 不可以这样叫 哥哥 那公主先把眼睛闭上 臣不走 可是 闭上眼睛 就感觉不到你在陪我了 公主 把眼睛闭上 真可以陪公主说话呀 怀姐 你为什么入宫呢 因为 我家里穷 什么是穷呢 穷就是 就是没有钱 可我也没有多少钱呀 可我也没有多少钱呀 姐姐每天只会给我十二个铜钱 若是我破钱输光了 他就不再给我了 要是我赢了 他就把我所有的钱 都赏给和我玩的人 最后还是没钱 那我也很穷吧 不是这样的 公主 穷就是吃不饱 穿不暖 可能连饭都吃不上 每天就只能吃芋头 可是芋头很好吃呀 那次我饿了 你去厨房锅找的芋头 是最好吃的东西 我以后要天天吃芋头 就比如 你有一件东西 但是别人却没有 他们也很需要 那就可以说 他们相较于你是穷的 你看 公主有很多漂亮的衣裳 但是公主的小丫头们并没有 那就可以说 他们相较于公主 就是穷的 我好像有点懂了 就是说 别人有很多衣裳 很多芋头 而你们家没有那么多衣裳给你穿 也没有那么多芋头给你吃 所以只能把你送进宫里 你送进宫里 算是这样吧 我明白了 秋何比我穷 因为我有大把玩儿的时间 而她却整天都在干活 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 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 因为娘子比我姐姐穷 因为姐姐有照一名号 而她就是结余 月前和结清历上都没姐姐多 那么 章娘子和娘娘呢 章娘子和娘娘呢 你说他们谁更穷呢 章娘子想要皇后的身份 而她没有 有一次 她在她的车上 想用皇后倚仗的红散 增加宾位的数 到皇后的定额 结果 被大臣们骂死了 可是爹爹经常去 章娘子的歌中啊 现在 更是每日都在那儿 章娘子 是失去了四妹妹 可娘娘 连有都没有过呀 这么说 还是娘娘更穷 公主 公主 快睡吧 罢了 赵娘子也很穷 两个妹妹相继去了 爹爹也很穷 他想做的事情 大臣们都不让他做 真惹不起她们 朕惹不起她们 怀疾啊 你错了 并非只有圣君才有孤寂 所有不想断送江山的皇帝 心中 都有孤寂 宫 小 old 前头 由 与 米 鞭子 雪 这虫子拔出来 是不是就没事了 身上还会不会有啊 娘子 刚刚我与露丝 已经查看公主全身 再无其他 这可有毒啊 此虫附着吸血 同时会释放出毒素入体 在当时跟麻药一样 因此公主无甚感觉 但是毒素入体 这可大可小 有的让人大病一场 有的无外乎疼痛几日 弟弟没事吧 我们俩一起滚在了草里 快去仔细查查醉星来身上有没有 不止耳后头皮 包括腿跟私处 会不会也被皮虫给定了 是